叶文 我好像中毒了 中毒了 怎么回事 有没有找到解药 你叫墨千秋过来了吗 我去打电话 我中的是一种叫安小暖的毒 自始至终 我的解药就是你 你这个讨厌的家伙 你吓我一跳 走吧 下楼以后 叶一就恭敬地站在那里 叶 可以出发了 你不用去了 可是您身边得有人呢 我安排好了 是 哇 嫂子 你今天晚上真漂亮 谢谢 走吧 叶明觉说完 牵着安小暖的手离开 小姐 如果没有事情 我就先回去了 哎 不要这么着急嘛 陪本少喝点酒再回去 三哥 这个时候你怎么过来了 哎呀 别提了 陈 黎川跟安德鲁 都被自家人叫回去团聚去了 哎呀 他们都走了 我自己一个人在夜色多没劲呢 所以就过来这边了 莫少 也跟夫人出去参加一个慈善晚会了 三哥 既然这样 我们三个一起喝酒 不醉不过呀 好 就这么定了 另一边 安小暖和叶明觉两个人到达目的地 叶明觉牵着安小暖的手 来到旁边的角落里坐下 奶奶 要不要吃东西 要要要 你先在这里等我 我去给你拿好吃的过来 嗯 叶明觉说完 起身便去给安小暖拿吃的东西过来 嗨 没想到又见面了 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这里不是慈善晚会吗 所以我就过来了 哦 原来你也是慈善家呀 怎么 我难道看着不像吗 不不不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没有想到而已 就你自己 不是 有人陪我一起过来的 安小暖说完 就看到叶明觉端着东西过来 大叔 我给你拿了你喜欢吃的糕点 还有饮料 这些差不多够我吃了 安小暖说完 端着东西坐在那里开吃 冷总裁好雅致 没想到你也会过来 怎么 允许你做慈善 难道我就不可以 冷总裁我可没有这么说 再说了 今天过来的还有S国的伯爵 我自然要过来欣赏欣赏 既然这样 你先坐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此便 就在两个人交谈的时候 宴会厅再一次引起了骚动 随即 就看见一个打扮得妖娆性感的人走进了 啊 怎么过来了 夫人不是把她的权力都收了吗 看来 这是找到君主了 请不吝点赏欣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